圣经故事 一封由约翰写关于爱的信 这个就是约翰 他是耶稣的门徒 他曾经听过耶稣的教导 和见到耶稣有多么爱这个世界的人 于是约翰就用他愚客的一生 去告诉其他人有关耶稣的事 他写信给那些相信耶稣的人 去鼓励他们和教导他们 在其中一封信里面 他写了有关真正的爱 约翰说因为耶稣为了我们舍弃了他的生命 所以我们明白什么是真正的爱 所以我们应该同样对待其他人 如果一个人很有钱又生活得很好 但是他见到其他人有需要都不帮助他们 我们怎么可以在这个有钱人身上见到神的爱呢 约翰教我们 应该只是用一把口说好爱大家 而是我们应该用我们的行为 去表达我们对其他人的爱